Hello,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眼前見到這個夜景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 但是見到燈色就有少少失色了 一會兒我再走近一點拍給大家看 見到這座建築物是雲頂 現在有沒有改名字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工程好像仍在做 在亞馬拉圓形地旁邊 見到有一個巴士的路線顯示牌 大家可以看到巴士還有幾多個站會到 離遠一點在巴士站這個位置見到新葡京的燈光也不錯 很漂亮 而走過來雀龍這邊 見到竟然已經關燈了 我也是第一次見到這麼早就沒有燈 我拍攝的時候只不過是晚上十一點幾 而另一邊的永里呀 星際的燈色呢 就依然都是著著了 在新葡京旁邊這一棟呢就是中銀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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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圓形地呢也都沒有著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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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路转移,看到这边门口有着灯 过了另一半的马路,面对着就是新普京 你把银子放入银子,都不停止 我们继续走走另一边 向着八角亭的方向走过去 竟然发现这里有栋新酒店 不过见他未完工 未正式开业 看过对面是陆军俱乐部 过了八角亭就向着南环大马路的方向走 转到上来就是大唐邪行 拍过去右边就是美丽街 而在我的左手边这条横行 平时这里就有当鸡蛋仔 沿着条行进去就发现有间酒店 应该都是新的 不是什么五星级酒店 是一些近游客区的精品酒店 经过门口看到里面写着客房已经满了 房间的数目应该不多 我们走出来再向上走 上面就是大唐前地 我之前有条片都已经拍过了 那今晚经过再拍下给大家看 看见到教堂的维修工程 都仍然未完工的 都仍然未完工的 那维修工程 我一直用过去导臉的维修工程 连维修工程 你从此就要看 在这边再发现 你从今晚走过的楼店 由于右边停车 这样可以消满 那么现在在这边 这是暗门中的地方 维修工程 像我上次走过的大唐行 見到只有一兩間小食店仍有開店 在勞家大屋旁邊這棟白色大廈應該是新興建的 不知道是什麼呢 出來是板像堂街 這樣拍攝夜景也不錯 這個地區是遊客必到的景點 再走就是賣草地 大腥工樑茶應該都沒有人不認識 這次我就不走上大三巴 在旅鍋廟落去關前街 簡單拍了夜景 希望大家都喜歡看 今集的分享就到這裏 未訂閱的你記得訂閱支持一下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們下條片再見